毛帽我也是研究了很久 就是因為我應該說頭型跟臉型 都是有需要修飾的地方 所以呢我很容易就是 戴錯毛帽或是沒戴好 就會看起來很像迷一樣的物品 到底多迷呢 我今天就不講出來因為我怕被黃標 反正就很迷就對了 因為我一定要戴這種 但是它又不能過高 像這點就還蠻剛好的 因為有一點點高度的話呢 因為我爐頂很低嘛 所以它就可以幫我增加爐頂的高度 那如果它是這麼貼的話 就是我就現在 怎麼講就還蠻man的 所以通常我都會選這種 有一點小高度的 但是像這種有小高度的毛帽呢 我們還要注意的點就是 戴的高度 一樣就是說不能戴到非常這樣子 這麼低 因為只要有這種包到太陽穴的 我整個臉型的缺點就會展露無遺 所以通常我都會選這種平口的 我的太陽穴是整個露出來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修飾掉我太陽穴跟顴骨的問題 然後另外我也可以用髮絲來修飾嘛 因為我這邊有頭髮 就讓它捲捲的 然後這邊就會是好看的 就至少會有髮絲修飾我的臉型 這樣子 然後像這種帽子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往後戴 就是像這樣子戴到露出一點點髮際線 就如果你額頭沒有很高 你就可以露出一點點髮際線 但是呢通常這邊還是要墊高 因為不然你看像這樣子貼著 有沒有看到我 有沒有覺得我的爐頂有夠低 所以通常如果要往後戴的話就會 就會再稍微用一點點就是比如說夾子啊 或是什麼的夾在裡面 然後讓這邊可以墊蓬一點 這樣就會看起來比較好看 然後像你們就是如果是長頭髮再戴那個毛帽的話呢 我百分之一千萬的建議你們一定要把頭髮往前放 因為當你的這個上半部呢 它的份量感加重之後 你下半部沒有東西 像我這樣子我整個收起來 下半部沒有東西就會顯得很容易臉大 整個臉型展露無遺會有一點偏大 那如果你很care這件事 你就是把下面這個頭髮全部拉往前 然後你就會這邊分量感 然後這邊也有分量感 就會整個看起來比例是比較協調的 好那這個是比較薄的毛帽 那也有更多人買的是這種厚的針織帽 然後我現在發現厚的針織帽也是有雷電之處 很多女生戴厚的針織帽都會看起來很可愛很日系 但我發現我帶真的很醜 原因不是因為長相的問題 欸不對原因就是因為長相的問題 但我個人覺得跟頭型也有關係 好首先呢你可以看到我就是直接戴上了 我覺得我是短髮 然後我招風雨又很大 然後再加上我這個太陽穴很凹陷 比例看起來很怪 因為上面實在是太厚重了 下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整個很奇怪 如果今天是長頭髮的朋友 就是可以把頭髮往前撥的人 這個這樣子的比例才會是好看 但我帶我就真的覺得很迷欸很迷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 我不能直接這樣戴分量感這麼重的毛毛 我就決定我要這樣戴 可是這樣戴的話呢 我跟你說 臉型的那個缺點又展露無遺了 顴骨很突突 整個被凸顯出來 所以我又要變成這樣往後戴 然後往後戴的話呢 沒有不好看 可是就會很容易掉 我現在往後戴 然後讓太陽穴整個露出來 我現在臉型還算是OK的 可是呢 我因為這個它實在太寬太長了 它整個包到下面 太垂太多了 它整個會一直這樣往後戴 往後往後往後 所以我會沒有辦法固定住我的帽子 就會變成我想到了一個辦法 你可以這樣子 把這個帽子 用你的手這樣往內褶 然後通常這種帽子 它都會有一個直層型 而且有摩擦度 所以你這樣往內褶的時候 會被夾住 然後你再稍微整理一下上面 它還是會有一定的垂感 但是你下面就可以收得比較剛好 然後這個側面的輪廓呢 這個垂下的這一條 它就不會太寬 然後就不會導致戴的時候 會有這種固定不住的問題 所以你看我這樣甩 都還好 都不太會掉 一樣太陽穴的這個位置 把頭髮拉出來 那我夾卷是比較喜歡夾這種泡麵卷 我覺得如果是這種螺旋卷的話 會有一點不太自然 好所以我弄完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讓頭髮從全宮最突出的這個位置 長出來 然後是不是我現在臉旁邊這邊 就會有一些分量的感 就會跟我這個頭上方的這個毛線 看起來就會比較平衡一點 然後整個臉型啊輪廓的什麼的 都會比較好看 然後通常我會再帶更低一點點 蓋額頭蓋到這個高度 對我來說是對我臉型修飾效果最好的 所以我通常會帶這麼低 那當然你頭髮比較多比較長的人 你最好就是可以這樣子 整個蓋住 整個蓋住 所以我覺得帶毛帽跟帶髮袋 其實重點就是在於你的毛帽跟下半部 這個頭髮的部分 它的分量感要做一個平衡 只要有達到平衡的話 都會是好看的狀態 然後另外如果你想要修飾臉型啊 外部輪廓啊 我們就可以利用髮絲 然後去塑造一些波浪的線條 去破壞你臉上的一些比較強硬的那種線條感 happy birthday fun!